8月10号,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改变了它在微信和推特的辉号 新辉号去掉了圆形标志下方,北京后面的中国两个字,只留下北京 新辉号也把原先外圈的一圈深蓝色去掉了,改变成了全白色的底色 最外层的一圈金边也没有了,整个图像清新整洁了很多 不过此举引起了网友热议,特别是在中美冲突不断紧张升级的当下 最多人惊呼集中在这几点,一是把中国去掉了,是不是不承认一个中国 或者不承认这个中国,或者淡化了中国,只提使馆的所在地北京 意味着对这个国家政府的藐视 最大的疑问就如同一位网友的留言,有网友这样说 这意味着什么,北京不意味着中国了,或者下一步会出现美国驻华大使馆台北 去掉中国跟台北建交,或者断掉这个中国跟另一个中国建交 这种疑虑并非没有道理 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在8月9号抵达台湾访问 他在周一的时候会晤了台湾总统蔡英文 两人在总统府发表致辞,并称双方会继续就抗疫及区域和平而努力 阿扎尔是美国6年来访问台湾的最高级别政府官员 也是1979年台美断交以来,华府访问台湾最高级别的政府官员 而且据称他是做空军2号到达的台北 这架专机通常只有副总统、国务卿这个级别的官员可以称作 他表示此行带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给予台湾的友谊与强力支持 并将与台湾交流防疫成果 阿扎尔同时并对过世的台湾前总统李登辉表示哀悼 并称后者是20世纪全球民主浪潮中重要的领袖 在美国卫生部长访台当天 有解放军空军的歼11和歼10战机在上午9点左右短暂飞过台海中线 而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就更换了驻华大使馆的头像 虽然美国驻华使领馆的推特发出消息 称我们很高兴看到很多人对我们美国驻华大使馆的新头像 感到好奇 但这一改动是美国国务院的美国驻全球使团品牌计划的一部分 你可能会注意到很多其他使领馆也做出了类似的设计改动 编辑在推特上发现美国驻阳光驻京八部委大使馆 也都变成了类似的图案 也都去掉了国家名称 但是毕竟改动头像和美国卫生部长访台在同一天 仍然很难让人们不遐想联翩 毕竟与谁建交是一个国家的主权 如果台湾不改变国名 仍然叫中华民国 美国把驻台北经贸代表处换个牌子叫大使馆 或者在台北后面加上中国两个字 就意味着美国不再承认北京的中国 那这事就闹大了 虽然这个局面短期内不会发生 但出现这样的趋势也是近五十年来所未有的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